近年全球都興起一股素食文化 世界各地加入素食行列的人口 亦都有增長的趨勢 素食成為了一個潮流 素食食材和菜式亦都推陳出身 食系830將會帶大家探索 世界各地的素食文化 也會教大家烹調簡單而美味的素材 今集要介紹的食材 它是古印家人心目中的黃金菊飯 作為豐富營養的古老食物 近年亦都成為了素食界 及健康飲食人士眼中的超級食物 究竟是甚麼呢 今天想和大家探索拉丁美洲的素食 但拉丁美洲其實在哪裏呢 拉丁美洲其實是美洲 一些會說葡萄牙文、西班牙文 或者是法文的國家 那裏盛產一種農創物 已經有幾千年歷史 不過近幾年 還成為素食界的潮流食物 好,來,給我 Tapia 我们不去市场,我们通常去市场,我们通常去市场,因为在2点时,他们开始带到市场, 但是它是很便宜,而且味道是很强,你能吃到一口味的味道,你能吃一口味的味道, 你能吃一口味的一口味,你能吃一口味的一口味,如果你去市场,你能聞到所有的味道, 我们有芒果,你能聞到芒果味的味道,你能聞到芒果味的味道,是很强的味道, 冰淀粉,我们去市场,我们买一些果汁,我们的自己做的味道,跟酱油,例如柠檬 秘鲁是拉丁美洲的面积第四大国家,人口数量排行第五,15至16世纪初, 印第安人于秘鲁形成了印加古文明 及后经过西班牙统治 既然独立 也有不少华人在19世纪移居秘鲁工作 因此秘鲁在特别的历史背景下 形成了一个东西文化汇税的饮食特色 我们的影响是从不同的国家 从西班、中国、澳洲、澳洲、澳洲 中国人过来的约数年纪移居住了 中国人在工厅上 通常吃很多饭来这里 所以他们尽量找到一个方法 做饭来的方法 所以我们有这个绒子 是同样的 在香港的东西 是一般的生意料 骨头和骨头和骨头和白骨头 那是这样的味道 我们也有与更有啪五 是一种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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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 如果我们是相似的 另外一个国家 在西班牙语 我发现是非常相似的 西方的 我们用多种地鲁 我们用了很多个食物 它是少許辣椒的, 像是在美西哥 很美味的食物 我們用新的產品, 也沒有冷藏的 地魯農作物豐富 更是最早培育和食用薯仔的地方 當地有超過三千種不同類型的薯仔 除了吃薯仔之外 他們還有甚麼價錢互曉的素食菜式呢? 現在在 Peru有很多食物人 我們開放很多肉食物餐廳 他們用一些原產品的食物 而且是很不錯 他們喜歡吃了雞蛋 吃了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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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雞蛋是很便宜的 在 Peru 有時候你吃了什麼 或是你做一個菜 有人說到家裡 你跑掉了,你跑掉了,你买了,你买了 你买了,你买了,你买了 我们也有了 green tamale green tamale是我们常常吃的 我们吃了一碗 吃了一碗 它是比较吃的 它是一碗的 它是一碗蛋糕 它是一碗蛋糕了 所以这里我们想要加一点的 cheese 这一碗是很 popular the green tamale是 很,很 popular and tequeños is a finger cheese we use a guantan skin to roll it's a Peruvian spring roll we use the guantan skin we put a little bit of cheese on the tray we roll it and we fry it this one we serve here with yellow pepper and mayonnaise very popular every single party in your house you must have tequeños it's a signature you always have to have this one 我们华人以往比较少接触黎蜜 加因我们常吃大米、白米之类 西方人士非常推崇黎蜜的营养价值 还要成为超级食物的行列 究竟黎蜜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黎蜜很追溯至约3000至5000年前 起源于秘鲁及玻利维亚边界的 的滴滴卡卡湖 传说黎蜜是太阳神 为了搭借农民救命之恩而松震的粮食 人家文明中 他们视黎蜜为粮食之母 亦是祭典中重要的贡品 黎蜜适应了当地的高海拔 内汗、内汗、内贫赤 成为当地人家人粮食短缺下的一物 但在北京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为了货币的国家 现在我认为在家里有货币的 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放了一些货币的货币 用来煮的肉 所以当你吃的肉 你能够找一些货币的货币 例如在猪币 我们放了一些货币的货币 五分钟 然后我们会更早 所以你必须找到 找到运软的软件 在每个货币的软件 你会找到一些人 去货币的货币 我们没有货币的货币 所以我们一直货币的货币 所以我们煮了一点 我们用了一碗的糖 和筋鲜 和筋鲜 我们放了一点的水 然后它煮了 然后它煮了20分钟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味道 你放了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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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一碗的糖 然后你也可以放了一些 fruit 在它里面 筋鲜是20分钟的 一碗一碗 你会感觉到一碗 一碗的筋鲜 你会感觉到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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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一碗 其实泥麦原来是种子 不要看它小小粒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 相当高 如果用泥麦去取代白饭 其实可以省了些卡路里 因为一碗煮熟的泥麦 大概有222个卡路里 同样一碗熟的白饭 大概有260卡路里 卡路里少了些 但原来可以摄取更多的营养素 例如蛋白质 一碗熟的泥麦 已经有8克的蛋白质 更多于一只鸡蛋 6克的蛋白质 而一碗熟的白饭 其实只有5克的蛋白质 另外善食纤维 一碗熟的泥麦 大概有5克 等于吃了2碗半左右的菜心 那么多的纤维 更加是白饭的纤维 六倍那么多 另外抗物质和维他命 都相当丰富 比如铁质 都有2.8毫克的铁质 比起掌心大的牛肉 还会多一点点 而且泥麦原来是不含酷质 所以对于酷质不耐症的朋友 或者有语微瀉的患者 都适合食用 那究竟泥麦吃多少才适合呢 其实真的因人而议 要看回自己的身体状况 但是最简单 其实都会建议 可能将平时吃开一碗饭 可能三分一或者一半 去侵泥麦 然后去循序占俊 这样去加 看自己的身体反应 就会比较合适了 好了 今天我们做一些 非常健康的食物 我们就是用这个 泥麦来做主角 我们在桌上 你会看到色彩纷纷 做什么菜式呢 我们今天做一个 墨西哥泥麦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种叫做 Hala Pino 就是一个墨西哥辣椒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是 首先我们将这个Hala Pino 切头 假如你真的很害怕辣 你就不要用这个种子 用一个匙羹的饼 在这个开口里插进去 搅拌一下 然后你就慢慢凸出种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成圈圈了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一开炉了 加一点橄榄油 接着我们就放些Hala Pino 先放进去 一会儿 一会儿 炒到去闻到一些蒜香 而且会有一些辣椒味 涌向你面前 接着加泥麦 其实要把它炒一炒 一会儿就会容易熟一点 然后我们又加一点油 洋葱 好 紫色、绿色 很漂亮 炒得有点啡啡 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 就加这个番茄 接着我们加这个粟米 加这个黑豆 拌一下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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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先看看泥麦 开盖 这里就是这个孜然粉 即是Cumi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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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点辣椒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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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放些芫荽 再灑一些青檸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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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快餐店真的拯救了很多打工仔 你想想, 吃午餐的時間又不多 又要填飽了肚子 吃漢堡包就正好 其實吃漢堡 我們通常都是吃肉做的漢堡 但為求滿足素食的朋友 很多快餐店已經用素食的材料 去做漢堡, 味道還不錯 以次大戰後 農業和畜牧業走向機械化及大規模生產 美國經濟發展起飛 促進了美國家庭生活方式改善 亦令美食快餐興起 食品講求價格低廉 方便快捷成為了美國人的主流食物 有統計指 全年美國人吃漢堡包數量 一年總和達到500億個 即是每人每一星期 就會吃三個漢堡包 如果將所有漢堡包連在一起 長度足以圍繞地球三個圈 我叫徐鏡超 又叫做皮特吹 是這間素食漢堡的專門店的大廚 美國的食品 他們是以漢堡披薩為主的 他們吃的比較簡單 美國的文化大概都是 分量比較大和比較簡單 就沒有像我們中國人 那樣選擇那麼多 美國的素食餐廳 就實在我來說 他們接受的能力 是比在東方文價更高的 他們是著重於健康價值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吃沙律 吃一些簡單的餐 從事飲食業當年 年近80的徐生 你應享受一下退休生活 到底是甚麼驅使他 一年前開素食快餐店呢 是愛還是責任呢 我因為在1990年代 開始信佛 開始吃素 但是後期就是為了環保 還有素食 也是對人類、對健康、對地球 都是很有意思 還有很有幫助的 接觸了素食對地球的作用 能夠幫助地球 不會變暖 不會越來越差 還有可以減低了飢荒的人口 增加了糧食 因為你用一磅的植物 也未必得到一磅的肉 你不如在吃植物的肉 比吃動物的肉更好 還有現在動物的肉 是太多的抗生素和激素 做素食對社會有一點點 有很多材料的貢獻 做了50年廚房 今年已經是78歲了 不知不覺真的變成一個老人 在今時今日的疫情 和社會背景、經濟環境 做得相當辛苦 和相當難做 但是最大的安慰是客人 看到他們吃到笑 自己很有滿足感 原來素食看部 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材料去做 近年就興起一些植物肉漢堡 我自己也吃過 咬下去 它真的好像漢堡 但是就沒有了一股酥味 但是究竟他們是用甚麼做的呢 植物肉漢堡 是由幾家食物科技公司 研發出來的肉類代替品 市場定位針對傳統畜牧業 希望以減低碳排泡 保護環境 和保護動物角度去生產 而且也會用食物科技提升營養 報酬比美真肉 甚至聲稱比真肉更加健康 某些植物肉漢堡 更加會加入紅菜頭汁 去模仿真肉漢堡當中的血紅色貼 而手工製作的植物肉漢堡 據徐先生所說 除了用黃豆之外 蔬菜、芝麻、菇菌 都可以成為材料 這三年間 美國有兩大的食品公司 他們是做素肉漢堡 如果用機械式的 用工業化的 實際價錢是可以做到 比牛肉更加便宜 更加抵食 更加有貢獻 對食客來說 但是他們的素肉漢堡 是沒有刮酵的 是用普通碗豆 其他植物來做的 因為我認識這個刮酵的黃豆 覺得它的營養價值 和成本更加低 這個發酵的黃豆 就是一磅乾的豆 可以做1.9磅的植物肉 價錢是相當低的 我用西餐的方式 來推廣發酵黃豆的菜式 就是做肉丸和肉醬 黑豆也可以將來發酵 和黃豆一樣的道理 還有它的營養成分更高 如果以港東人來說 它更加補身 黑豆的營養價值 其實相當高 一碗熟了的黑豆 已經有15.2克的蛋白質 其實相當於吃了 二兩肉類的蛋白質 對於素食者來說 非常有幫助 而且脂肪含量相當低 只有0.9克 是同等重量 去皮的雞胸肉 六分之一的脂肪含量 另外黑豆的纖維 相當高 有15克的纖維 其實等於吃了7碗半熟菜心 那麼多的纖維 每天我們需要攝取25克的纖維 一碗黑豆已經有15克的纖維 佔了全日建議攝取量的六成 另外黑豆還有很豐富的 不同的抗物質 和纖維 和抗藥化物 葉酸也很高 有256個微黑 大概是一天的建議攝取量 的三分之二 葉酸其實不單對於胎兒好 還可以預防貧血 對我們的心臟 記憶力都有很多幫助 但是黑豆的蛋白質 並不屬於完全的蛋白質 不能夠完全取代肉類 所以素食的人士 一定要吃得多元化 才能夠攝取足夠 我們人體自己製造不了 那九隻的必須按基酸 今天穩如泰山 我們做些什麼好呢 做一樣我自己都很喜歡吃的東西 不過就是一個素菜版 我們就是做漢堡包 如果有做漢堡包的朋友 都知道最重要的不是那一包 而是那塊肉 今天我們是配用肉 當然我們會用什麼呢 用我們面前的黑豆 首先我們要做一做 就是切蒜頭 把它切開一半 然後裡面有個心 把它切開一半 因為如果我們不切出來 這個心會令你有遺棄 而且會可能放屁 然後我們就要切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始 搓這個漢堡包了 你要在家裡找一個很大的鐵盤 盡量找一個大一點的鐵盤 我們這次用的黑豆 就是罐頭黑豆 我們做漢堡 我們不想那個漢堡 有太多水分在裡面 於是我們首先沖洗黑豆 讓它的浸泉液體沒有了 之後再鋪在廚房枝上 讓它乾乾水 最好就是讓它放在這裡 吹一吹風, 再乾一點 這樣就最完美了, 好嗎? 好, 接著我們放其他不同的材料 剛才切好的蒜蓉 洋蔥 澱汁 然後茄汁 接著, 讓我聞一下 這個是辣椒粉 你看看你喜歡不喜歡辣 你可以加一點點調味 蒜蓉, 再加一點點 因為蒜蓉跟生蒜有一點點不同 接著, 孜然粉 然後這個也是辣椒粉 不過它是燈籠椒的粉 它是沒有辣味的 不過有一個香味在這裡 那就加一點了 這個可以多加, 全部加進去 我們今天就會用兩款食物膠水 一個就是麵包糠 這個麵包糠就是日式麵包糠 它們是用電爐烤出來的 所以味道是特別香的 然後還有一隻雞蛋 這麼大把, 好嗎? 然後放些麵包糠 麵包糠你不用放太多 因為我們想搓一下 看看它的黏力有多高 那你真的要下手這樣炸 要多加一點 假如你覺得… 不行, 我要雞蛋也不吃 但我又想把東西黏起來 這樣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用燕麥也可以幫助你 煮漢煮時間又到了 好, 先拿匙羹出來 好 我們看看你吃多大 不如大一點吧 好, 好 這樣就變成球了 好, 然後你放在紙上 然後用手壓壓它 已經完成了, 好嗎? 好, 放在冰箱裡 但是手道有一點好 就是它沒那麼黏你的手 這個放在冰箱裡 大概30分鐘 你就可以拿去煎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放30分鐘? 因為我們想讓它固定一點 讓水分讓麵包糠吸得更好 這樣去煎就完美了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煎漢堡扒了 好, 首先我們要先燒熱煎鍋 然後加點油 好, 放一個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放一點鹽 少許黑胡椒 每邊大概煎三至五分鐘左右 用中火或者中慢火去慢慢煎一煎 好, 接著我們可以翻翻漢堡了 好, 好, 接著我們 好, 接著我們 好, 接著我們 當然要去煎漢堡包 加上薯條, 更加上薯條 更好, 出發 來吧 好, 接著我們 我先打開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次的足音 鎖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